那時候認識一個製片人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那年過年你在哪啊 你第二去啊什麼 我說我今年過年我就不回去了 因為就是沒賺什麼錢嘛那時候 然後他說那你就來我家過啊什麼 然後就沒事 女的製片 他在睡覺的時候 他一定要拍背 重點是外面工作人員 笑得太大聲了 你幫他拍背啊 拍背 我幫他拍了七天 就是我高中的時候 曾經跟女老師同床共枕 不管真的假的 對 其實是我是高一的時候 然後我們學校會突擊檢查 就是老師要去 住的外宿的學生們檢查 你男女不可以共處一室 抓到直接打蛋腿 然後寄大過這種 後來我們老師到我們的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住 我幫他租了一個套房 然後來啊就是檢查什麼弄一弄 然後老師大概來了三個小時 就能聊的也聊 不能聊都聊完了 就是已經乾到不行 而且是高一的時候搬倒很不熟 他回家的路程比較遠 可能要下山或什麼的 我想說 那老師10點半 10點快11點了 明天還要上課 你這樣 那你要不要差不多就回去這樣 他說 你怎麼會忍心 讓我一個女生這麼晚 然後這麼黑開車回家 你怎麼會說出這種話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是上下鋪 然後我想說 那不然這樣老師沒關係 你如果OK的話 那就是你睡上面我睡下面 老師他也就答應了嘛 我為什麼會覺得 他其實可能那個時候 是把我當成男人看 我覺得一個人 因為是因為他有跟我 比如說要換衣服 而且他要去洗澡 所以他在我事後回想是 他背對著我 然後把衣服脫掉 然後把內衣是解掉 然後跟我要了一件T恤去洗 那不錯 所以其實我 之後回想這件事情 我才發現可能啦 可能會有這個 老師裡面的想法是這個 然後後來因為 他洗完澡 要睡覺對不對 他睡在他的床上 他說他可不可以下來 跟我一起睡 所以後來是我們兩個一直 躺在地板上 然後他摸著我的臉 直到我睡著 天啊 對…然後 就我早上起來以後他就 就是我看到床上 覺得衣服摺得很好 然後就 他就人就不見了 當夜沒有發生什麼 你有睡著 那你起來之後 你的衣服啊 褲子啊 我有檢查過是完整的 而且沒有任何液體類的東西 那有幫你穿好了 有幫我 還搭著他 是這樣子嗎 沒關係那天蠻累的 對…好 這是第一個故事 OK 我前一陣子在北京 然後北京我沒有簽公司 自己一個人 然後我就 我就那時候認識一個製片人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那過年你在哪啊 你第二去啊什麼 我說我今年過年我就不回去了 因為就是沒賺什麼錢嘛 那時候 然後他說那你就來我家過啊 什麼的 他說沒事 女的製片 重點來了 他是男的 剛好在表演 他手機 滿城靜帶黃金不辣獎 除夕那一晚上就是 開始我就是 等於在他家你就是雜意啊 你就是要幫他做很多東西 就是各種東西 然後就是 然後可能他愛喝酒 打工換術 有點這種概念 他在睡覺的時候 他一定要 你們有看過那製裝戲裡面的 那種太監 重點是外面工作人員 笑得太大聲了 你幫他拍背啊 拍背 我要幫他拍背 我跟你說你們不要笑 你們試試看那種長輩 拍背拍三個鐘頭 我跟他真的 真的 你要這樣拍 然後你手一挺他就醒了 你感覺自己是慈禧 慈禧身邊那種小太監一樣 哇塞 真的 來 成這個音樂 我幫他拍了七天 好可憐喔 你只是為了你家有個地方住這樣 不是 是因為 他那個時候手上有工作 就是他有好的劇本 還有金庸的 爭取角色 那我覺得你這樣也圓滿了 對 拍滿了七天 而且在拍背之前先拍背 對 最後你有接到這個戲嗎 最後因為獻鼓令 這個戲就沒有了 你白髮啊 白髮啊 他事情都跟兩性有關 對 所以你真的跟女老師同床構成而已 而且你那個拍背 拍背也是真的 是真的 因為我 你知道我只看過推背 我們真的很沒辦法 我看過推背圖 沒有看過我拍背圖 對 那個時候的情況是 我去的時候我根本就不知道 是第一天比如說他說 那個什麼你就在旁邊陪我睡 我陪我睡我就很警覺嘛 然後他說那你能不能拍拍我 我說好…就拍 結果一拍你手一停 他就醒了 你怎麼不拍了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 有時候大家不要看一元光鮮亮你 或發生的東西 其實真的 我跟你講 拍背 你可以嗎 拜託 你拍啊 所以我覺得可能也是我的判斷有問題 就是誤信了這個人